AudioJungle 俄罗斯又放二踢脚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新杀器 核动力巡航导弹 基洛夫级给人的感觉不是一般的震撼西方 甚至称为战略巡洋舰众所周知 苏式武器一向以简单粗暴的风格著称 再加上毛雄的直线式战争思维 冷战时期苏联于军事领域 屡屡创造出各种惊人 粗广且实用的武器装备 总而言之 毛雄的原则就是 精度不够 威力来凑 威力不够 数量来补 动力不足 何能伺候 衰落的毛雄与新版二踢脚目前 小伙伴们津津乐道的苏式武器 大多为红色帝国时期的产物 虽然刚强爆裂 但无不透露着落后于时代的气息 自解体分加后 虽然俄罗斯继承绝大部分遗产 但衰A的国力一度使之军被废弛 成了坐持山空的败家子 可无论何时 毛雄对核的追求却丝毫未变 正因如此 核动力巡航导弹 这等丧心病狂的无限航程武器 才得以诞生 图为俄罗斯核动力巡航导弹试验发射 瞬间言格意义上来讲 这款充满想象力的末日武器 是受到美国退出反导条约的刺激 而被重新召唤而来的核怪兽 眼下 常规军力萎缩的俄罗斯 只能依靠核大棒 维持自己的安全 由来已久 核动力巡航导弹 核动力巡航导弹 虽然是俄罗斯最近才爆出的新式远程武器 但起步时间却并不算晚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美苏两大佬便争相开始了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制工作 但大多停留在试验阶段 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因为当时既没有可靠安全的核发动机 也没有精确的全球定位装置 通用电器公司的X-A140E型核涡轮喷气发动机 弹机核动力装置 相信小伙伴们并不陌生 目前其在大型舰船 潜艇都有成功的应用 但是在体积有限的巡航导弹上 实现核动力推进 这就得佩服武器科研人员的脑洞 那么核动力巡航导弹的动力装置 究竟是何原理呢 简单来讲 就是用小型核反应堆 代替了燃烧式的功能 核动力窝盆发动机冷战时期 核动力巡航导弹所用发动机 主要是窝盆和冲压两种类型 以核动力窝盆发动机为例 其工作原理是 首先冷空气经过多级压器机的不断压缩和加速 形成高速压缩气流 经落入的高温和反应堆 被瞬间加热到高温 压缩的冷空气 像被瞬间引爆的炸药膨胀做工 高温高速的气流 从尾部喷管喷出 推动导弹高速前进 冲压式核动力发动机 另外一种 就是比较高大上的冲压式核动力发动机 由于冲压发动机 没有多集压器吸合欧轮叶片 无法主动吸入冷空气 因此需要借助火箭柱推气的帮助 加速到超音速状态后才能启动工作 经过进气瓢节锥的控制 源源不断的压缩冷空气 从核反应堆流过 形成高温高速气流 从喷管喷出 冥王星导弹的一个方案 冲压式核动力发动机工作方式 有个非常明显的好处 其没有不杂的涡轮叶片 构造比较简单 但对加工和控制技术的要求 却要高得多 不过速度则要比核涡喷发动机快 早期的冥王星导弹的 核冲压发动机飞行的切尔诺贝利 上世纪50年代末 美国发展了冥王星核动力巡航导弹 使用的是核冲压发动机 该导弹设计最大速度为4.2马克 可搭载8到20枚核弹头 最大射程为18.2万千米 如果能实现设计目标 在那个时代 它几乎就是一款无敌装备 其威力连美国人自己都瑟瑟发抖 冥王星导弹 当然冥王星导弹的缺点也是明显的 由于裸露的核反应堆极其的不稳定 发射出去后 一旦掉落到美国本土 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而且该导弹还有很大的技术瓶颈 开始的时候 发动机工作时间只能维持几秒钟 经过不断改进提高 到1964年才实现连续工作5分钟 这距离时战化部署 依然有很大差距 冥王星核动力巡航导弹上的核装置 如小伙伴们上图所见 这个拥有数十根堆心的核装置 就在这样毫无防护的状态下 被安装在冥王星核动力巡航导弹上 发动机工作时 每秒钟都像 大气中排放巨量的核污染气体 以及核燃料尘埃克力 就算不安装核战斗部 也能造成非常严重的核泄漏事故 因此 有西方学者称 其为飞翔的切尔诺贝利 真是一点都不为过 令对手绝望的操作 当俄国人核动力巡航导弹的消息公布时 想必美帝肯定是背后一粮 因为早在2017年的1月 2月和10月 北欧地区检测出大气中 核辐射异常升高的情况 却嫌有人知究竟发生了什么 当普京公开这款核动力巡航导弹的存在时 众人方才恍然大悟 异常的核辐射就是这款导弹是飞时造成的 在俄方本次公布的计算机模拟画面中 可以看到核动力巡航导弹在现代化定位制导装置的精确引导下 飞出了一个令任何对手都感到绝望的复杂弹道 导弹从莫斯科附近发射起飞后 沿着大西洋一路南下 先后绕过加拿大东部 美国东部附近海域 和大西洋中部等的多个防空栏截区 然后从南美洲南部转弯后进入太平洋 最后击中美军在夏威夷的目标 核发动机原型机据专家估算 如此复杂曲折的单道规划 航程至少需要两万五千公里 这已经远远超过目前所有已知的人类飞行器所能实现的最大航程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该核动力巡航导弹的航程已经将最初庞大的无法飞行的核发动机实现小型化 而且其航程也接近于无限 令对手头疼的棋局 本次公开的核动力巡航导弹就是一种极具威慑力 又几乎无解的最后手段 对手将面临两难的选择 如果击落俄罗斯的核动力巡航导弹 落陆的核反应堆 势必造成大范围污染 如果不作为 则敌方的城市 将在蘑菇云的烟尘下化为灰烬 可以说 未来战争的阴霾不再是普通的阴霾 可能从偏而降的核污染威胁 进一步将人类引向自我毁灭